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教会 那有一个很大的建筑 上面有个十字架 那个就是教会 那个不是教会 那是教堂 那么什么是教会呢 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来看提摩泰前书第三章 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 我们没有打那么多 我只打了十五节 那么十四节保罗是这样说的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保罗到谁那里去 到提摩泰那里去 提摩泰前书 所以我们读正经我们就知道 那么我要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在保罗没有见提摩泰之前 他这个学生之前 保罗说我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丹艳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面当怎么行 保罗说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我们一起来读这边 我们从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第十五节 倘若我丹艳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你们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大点声我们朗读 倘若我丹艳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保罗在十六节还有一段话 他讲到教会 他说 大灾敬千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万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到荣耀里 教会好像是个奥秘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突然发现说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 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 那我们也遇到了 很多很多的爱主的人 跟我们一起来同行 更重要的是 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都能遇到主耶稣基督 他爱我们 他与我们同在 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 那么究竟什么是教会呢 什么是教会呢 保罗在他教会观里 讲了四点 那今天我们讲 他其中的一点 保罗说 第一个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他用形容来 形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弟兄怎么一起来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Amen Hallelujah 那身体就要听命于头脑 对不对 身体要听命于元首 那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组成身体 我们弟兄姊妹 有的是眼睛 有的是耳朵 有的是口 有的是脚 有的是手 你看到你配合好了 哇 这个人才是正常的人 你看中风的人就配合不好了 对不对 一个人一中风了 他脑袋响 眼睛动 他手动不了了 我们都正常 Amen 对你拍摄吗 对你用人正常的 那你要拿东西 你脚要走过去 拿起来 对不对 我拿起圣经 我脚 我手要拿起来 我眼睛看 所以这表示说 神的身体 是教会 他听从元首基督 而他们互相联络 彼此配搭 第二个 保罗说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在一部属书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是圣洁的 是神的媳妇 你看这说起来就很清楚了 基督的心腹 心腹就是新娘子 新娘懂吧 不同 做过新娘举手 曾经做过的 不是现在做 没做的举手 你是男的 你做什么心腹 你不能举手 想做的举手 没结婚呢 想做举手 赶紧举手 上帝主 你看有举手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心腹 我经常证婚 这个做了牧师 十五六年了 做的最多的工作 除了讲到就是证婚 或者是最次礼拜 这两件事我做的最多 那么证婚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 给教会弟兄姊妹证婚 不是我们教会的 我也忙不过来 找我去 我也不会去的 那我一旦证婚 我就发现 平时我也见到 这个姐妹也常见 最美丽的时刻 就结婚那一时刻 哇 怎么当时 评论你怎么注意 怎么今天这么漂亮 那不仅是化妆啊 我觉得主要是 那一天 哇 是她一个特别的日子 她充满了 对未来的向往 哇 她带着信心 来到婚姻的殿堂 对不对 哇 那个人美 所以教会也是 基督的心腹 没有皱纹 没有瑕疵 没有疾病 更没有罪恶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 神光照我们 我们成为上帝的心腹 耶稣基督的心腹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我们今天讲的 保罗所讲的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教会是神的家 我们一起来说 教会是神的家 Amen Hallelujah 教会也是神儿女的家 神的家当然就是我们的家呀 对不对 那你爸妈家是不是你的家呀 当然 你爸爸妈妈家就是你的家嘛 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 那我们在这个家里边 我们首先今天要讲三种关系 第一个家的组成 是同心相爱的夫妻关系 你说这个同心相爱的夫妻关系 不是指我们 是指教会于基督 教会于基督 圣经告诉我们说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那么基督也是教会的丈夫 这个好像你没有听过这个比喻吧 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心腹 装扮整齐 等待着耶稣基督应去我们 圣经讲了好多的比喻 这等他应去我们 所以家的关系 第一个关系 是指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我们在有一本书 叫做改变世界的家 这本书叫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教会的新架构 这个作者是沃夫根新森 那么他问到教会 他在阿姆斯特丹 他做了一个民调 他发了一千个问卷 他就问 你们喜欢耶稣吗 注意一千个问卷 这一千个问卷呢 其中95%的人说 Yes 我们喜欢耶稣 那他又问 说你们喜欢教会吗 那么有95%的人说 No 不喜欢教会 那好像我们在这里面 也有不喜欢教会的 对不对 我们有的赚了好多教会 那到哪教会我们都不满意 我们发现这个教会 好像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而且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在那里没有感觉到 耶稣的爱在我们中间 我们走了好多好多的教会 最后我们就自己哪都不去了 我们自己就教会 有的人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呢 我听到在电视就可以看嘛 对不对 现在在电视里听到 比你牧师讲得还好 你看这个美国这个电视台 一到礼拜天 我到礼拜天 我一打开电视 十几个频道 全是牧师的讲道 全人明目 教会的几万人的教会 那当然那个牧师 当然讲到好啊 那几万人的教会 他什么都不干 他就讲到了 他有几十个牧师 几百个牧师 那我们的牧师还得排椅子嘛 对不对 我们的牧师还得探访嘛 我们的牧师还得关怀嘛 我们的牧师还得调解 婚姻纠纷嘛 我们的牧师还得到医院里 去看病人嘛 所以我们的牧师就一个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当然讲到 没有他们那个 那个电视里讲得好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我们有一个家 你不能说 你的家你爸爸不好看 就不叫爸爸了 对不对 你的妈妈这个这个这个 不美丽 我就不叫妈妈了 不可以啊 家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很特别 所以家的组成 第一个就是 夫妻彼此相爱的父亲 我们在以夫妻中看到说 保罗告诉我们说 教会跟基督的关系 好像就是新郎跟新娘的关系 这个特别很特别的这个比喻 我们看和西阿书 二章十九节也讲的这段经文 那么在和西阿书中告诉我们说 这个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和西阿书一开始说 上帝要聘 这个以色列人永远为妻 在旧约圣经的时候 以色列就是教会 Amen Hallelujah 那么以色列现在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以色列不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就失去了 这个做新娘的这个福分 可是我们新约的教会建立起来 新约的教会就是基督的新父 神能告诉我 新约教会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大家讲一讲 五旬节 五旬节 我们有一个教会叫五旬宗 是一个宗派 叫五旬节 五旬节宗派 Samily of God 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分支 这个很愿意传福音的一个教会 五旬节 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向他的门徒显现 多少天呢 四十天 这四十天 耶稣向多少人显现呢 耶稣复活首先向谁显现 马利亚 摩达拉的马利亚 然后呢 彼得 向彼得显现 然后呢 十二个门徒 当然死了一个了 那个犹大已经自杀了 上吊了 出卖了耶稣 卖了三十两银子 不好意思 耶稣赦免他 他自己不要 他自己上吊了 上吊了 然后教会又选出一个叫马提亚 十二个使徒 然后耶稣又向五百个人显现 耶稣最后向谁显现呢 保罗说向他显现 在他大马色的路上 耶稣向保罗显现 所以当耶稣告诉他 他升天之前 告诉门徒说 你们要等候 等候在哪里呢 等候在耶路撒冷 等候在耶路撒冷做什么 他们就在拿口楼祷告 多少人 一百二十个人 那时候教会最早成立就这么多人 一百二十个人 耶稣是主 彼得开始那时候是传道人了 所以彼得就开始讲道 越讲人越多 越讲人越多 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 那一天聚会多少人不知道 但那天三千人吸耶稣 彼得一讲完道 一呼召说 谁愿吸耶稣 三千人吸耶稣 这个了不得 那个时候我就想 没有麦克风啊 我现在有麦克风 我这么大声音 还有人听不见的 对不对 那彼得那个时候 没有麦克风 那么多人 大家都听见了 我觉得是圣灵的工作 你们 这个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我当年在广场的时候 我为什么被选为 什么副总指挥 你知道吗 就我嗓门大 因为一喊 别人都听不见 他说说什么呢 不知道 我嗷一喊 大家都知道干什么 知道吗 要命中 要命中 要自由 要自由 不自由 无宁死 我们都会说嘛 对不对 我记得有一次 我那个五月十七号 我那个讲演 一百万人听得见 没有麦克风 不夸张 整个广场 你知道我怎么讲 我当时就想 我怎么能把我的观点 传达出去 我就告诉旁边的人 我说同学们 能听见我说话的举手 我看哇 好几万人能听见我说话 远了就听不见了 我这嗓门很特别的 我说好 我说一句 你们跟我重复一句 哇 所以我就讲 我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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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天门城楼 全听见了 哇 你看厉害吧 所以要怎么能当牧师呢 都那时候锻炼出来的 所以彼得一讲道 我估计可能也采取我那个方法讲 要怎么听见 你知道吗 其实我学他了 不是他学我 是我学他了 三千人觉知信耶稣 而且三千人受洗信耶稣 所以初代的教会建立了 第一件教会叫什么 耶路撒冷的教会 有多少人呢 三千一百二十人 你说怎么知道圣经说的吗 三千受洗 原来一百二十人在祷告等候 对不对 那么三千一百二十人 哇 大教会 这个教会 耶路撒冷的教会 今天我们看到说 家的组成 很重要的有个夫妻关系 你在家里边 一定有一对夫妻才成为家嘛 没有夫妻怎么能成为家呢 所以最早是以色列人到新约的时候 叫新约的教会 到新约的教会 和西阿淑说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以仁爱 公平 慈爱 怜悯 联悯 聘你归我 可以 也以诚实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 耶和华 你看 这是神所说的话 在以弗所书 告诉我们说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你们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又是教会全体的救助 那么后边他有一句 在二十九节 在二十八节说 妻子也照样爱 丈夫也照样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二十七节说 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纹等病的之类的 那么就告诉我们说 在整个的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以弗所书讲那个夫妻关系 重点不再讲夫妻关系 是讲教会与基督的关系 因为保罗后边说 我这一切是指教会说的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拿这个来 当然对 夫妻关系也是这样相处的 可是最重要保罗说 这是我指基督与教会说的 基督教会说的 那么第二点 妻子单单属于丈夫 没有到这么快 我现在讲第一点的第二点 回来 对 妻子单单属于丈夫 一个教会 就像一个妻子一样 单单属于一个丈夫 Amen 阿里路亚 你不能一个女人属于好几个丈夫 那这个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不符合圣经的 那当然一个男人属于好几个妻子 也是不符合圣经的 圣经是一夫一妻 哪里说的 创世纪 对不对 神一创造了亚当 神就把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 把他领到跟前 叫夏娃 那就亚当和夏娃是一对夫妻 神就拿了一根肋骨 神没有拆五根肋骨 或者四根肋骨 一个夏娃 一个冬娃 一个春娃 一个秋娃 那有四个娃 那就是四个 对不对 那有的就是取四个嘛 有的宗教就取四个 那上帝就一根肋骨拿掉 一夫一妻 而且呢 是一男一女 还有呢 要一生一世 那这是上帝的规定 所以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不管这个教会 它属于什么宗派 它是任何的宗派 任何的神学都不重要 但它有一点 它单单的属于丈夫 属于耶稣基督 他必须信服 顺靠他的丈夫 顺靠他的丈夫 我们主耶稣 为教会舍命 所以教会的 就必然要属于他 教会不属于任何的个人 记住啊 教会不属于牧师啊 不要以为说 我们去 有人老说 我们去张牧师的教会 这是错的啊 要去丰州华夏教会 丰州华夏基督教会 你们 哈利路亚 我们教会不属于某一个长老 不属于某一群人 教会单单的属于他丈夫 耶稣基督 记住了 你们 你不管到哪个教会 你发现那教会不满意 没有关系 那个教会神做主 他有问题没有关系 神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Amen 哈利路亚 你要相信啊 有一个人呢 他哪个教会都不喜欢 四处找 终于找到一个教会 他说这个教会太好了 我喜欢 牧师你这教会好 我觉得我喜欢你的教会 牧师说 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 况且即使我们完美 你来了也就不完美了 这牧师说很难听啊 你听明白没有 我不会这么说的 我一般都不会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教会这群不完美的人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涂抹遮盖 我们可以慢慢成长 你们成长 从婴孩到少年 从少年到成年 从成年到父老 这是个成长期啊 婴孩就是嘛 刚信主的人 不管你多大年龄 你在属灵上 你是婴孩 那请问你 圣经你懂多少 那你不懂吧 你当然不懂教会了 你不懂圣经 怎么能懂教会呢 不懂的 那你说你对教会的管理 你懂多少 不懂 那我们都是按照我们家管理 我管老公就那么管 所以教会你就得这么管 这是不对的 我管老婆那么管 我管孩子那么管 来到教会就应该像我这么管 这也是不对的 说我管公司那么管 来到教会 按照我的公司方法去管 都是不对的 因为教会单单的属于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宵 我们是他的这个心腹 我们与他联合 在基督联合 所以我们属于他 我们不属于任何人 我们更不属于任何政府 我们也不属于任何党派 大家要记住啊 你看有的时候 有人来到教会就问我 美国政府一年给你们教会 多少拨款呢 我听过这种话不少 我告诉你 我们很多大人都不懂 那我请问我们长老同工在这 美国政府给我们拨多少通款 美国政府不给教会一分钱 当然美国政府给教会 一个特别的优惠 就是你可以免税 你的building可以免税 利用准备的奉献可以免税 这是西方的宗教自由的国家 其实他不仅给教会 他给回教也是免税的 他给什么其他慈善机构也是免税的 一样的 这样nonprofit的非盈利机构 都是可以免税的 这是美国政府唯一给教会 那教会你靠什么呢 靠自己建立 当然我们的教会更不属于中国政府 你要记住啊 我们今天很多中国有两种教育 一种属于政府的教会 一种叫家庭教会 不管你怎么样 政府的教会 当你挂上政府就不符合圣经 就不符合圣经 就不是纯洁的心腹 就不是纯洁的心腹 不是单单的属于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怎么样 记住啊 所以教会单单的属于神 信靠他 顺服他 我的老师常常告诉我说 神 所以丈夫喜欢的 我们就做 做好妻子的 丈夫不喜欢的 我们就不做 那么做妻子 有时候丈夫不喜欢偏做 对不对 丈夫比如说不喜欢 我们刷卡 我们就拍拍刷 反正政府 有很没心 那你挣钱给谁花呀 你不给我花给谁花 刷嘛 对不对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突然发现 耶稣不喜欢的 我们就不能做 我们有五个不 一个不看 一个不听 第二三个不想 第四个不信 第五个不做 不看 不听 不想 不信 不做 那神喜悦的呢 我们就看 我们就听 我们就想 我们就信 就做 你们 那神喜悦什么呢 神喜悦 你心公义 好怜悯 按照神的要求 去做 神喜悦 喜悦我们 弟兄姊妹 彼此相爱 不是彼此论断 彼此批评 我上个礼拜 我听四位姐妹讲 我上网听了 讲的不错 圣经的原则 圣经的原则 弟兄姊妹是彼此相爱的 圣经说 如果你们彼此相爱 世界的人就认识 你们是耶稣的门徒 那如果你们彼此相恨呢 那世界人们 绝对认识你们 是撒蛋一伙的 根本就不是耶稣的人 耶稣人是放下一切 饶恕所有的得罪我们的人 彼此相爱 这个不容易的 你们 哈利路亚 记住啊 教会 耶稣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他也是教会的丈夫 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死 就是为了我们 今天建立的新约的教会 所以教会保持他的圣洁 这个圣洁有几点 第一个 不能有偶像 不能拜偶像 什么偶像都不要拜 我们弟兄姊妹 我常常去家里去 不见得是有佛呀 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 偶像龙啊 不见得有了 这些我们都知道 不要这个东西 可是呢 还有其他的偶像呢 墙贴个周杰伦 床边贴个姚贝娜 这都是偶像嘛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东西 超过了神在你生命中的位置 你就是偶像 有的弟兄 床边放一盒烟 这就偶像 一天抽几次呢 早上起来抽一支 对不对 然后工作压力大了 抽一支 高兴的抽一支 忧愁的抽一支 晚上睡觉之前抽一支 一天翻一包盐二十支 一天我们祷告二十次了吗 没有嘛 每一天打开圣经 打开二十次没有啊 没有 那烟就是偶像 你知道吗 首先不能有偶像 要把神放在你生命第一位 第二个 第二个 要圣洁 在教会不仅圣洁是我们行为圣洁 我们的言语也要圣洁 教会的言语要圣洁的言语 你们要记住啊 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的老师 余英石 在普林苏 告诉我 你要改变你们的言语 改变你们中国大陆的语言方式 我说我怎么改变 我从小就接受这个教育的 他说那你就读书 不要读大陆出的书 你的语言就改变了 反正有效啊 我读圣经 我读了二十多年 语言就改变了 对不对 过去一开口 先说三字经嘛 再开口嘛 你一读圣经 你说得出来吗 圣灵感动你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改变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又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那我讲第二点 家的福气 这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啊 家的福气 第二点 睡着了 生养众多的儿女 一个家如果没儿女会怎么样 你想想 就不成为家了嘛 那夫妻两个没有孩子 这个家有什么活头呢 有什么盼望呢 我这孩子一上大学 我们俩就没什么活头了 你知道吗 你看我看你 最后养个小狗 这个人 儿女越多 越蒙福 你看啊 你看哪个家有没有福气 说这家没有福气 不是看有多少钱呢 他有多少钱 一孩都没有 有钱干嘛 给谁呀 对不对 一看说 这家这么多孩子 说这是个蒙福的家庭 而且还彼此的融洽相爱 哇 你看这个 这个我 我意大利 我有个朋友 温州人 那很蒙福的 我去过五次意大利 每一次 她的媳妇 我看她的媳妇 都是怀着肚子的 五次 没看见一个正常的 她什么样子 什么身材 反正在我的眼中 她的身材永远是这个样子 这个节目很有意思 给她老公生五个 生四个儿子 就为了这个女儿 生到第五个 所以那老四常常说 我都多余的人 就为了女儿 就给我把我生出来了 很有意思 有一次回国 过海关 海关那个女的 就看着她 带着五个孩子 就说这个孩子 拉斯内部都是一个嘛 都是你老公的吗 说是我老公的 都是你的吗 那什么意思啊 她说你怎么生这么多呢 那你是第几个太太呢 她说我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都是我的 哇 那个女的很妒忌 说我就生一个 她说那你去意大利嘛 随便生 对不对 你去意大利随便生 弟兄姊妹 你要记住 今天你是在美国 随便生 你们 哈利路亚 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管理这个地 这是上帝给她儿女的命令 首先我们看到说 我们教会怎么增长呢 教会增长 首先是传福音嘛 第二是自己生嘛 这是两种方法嘛 对不对 传福音 我们看到 为什么要传福音 第一个 主耶稣的命令 主耶稣说 要收的庄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 庄家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家 在马太福音 第九章三十五节 告诉我们说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就是传福音 所以主耶稣的命令 最重要的命令 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 哈利路亚 所以基督徒 如果不传福音 就像一对父母 不生孩子一样 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要传福音呢 是主耶稣的命令嘛 那既然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主命令我们做什么 那我们就做什么 主说你们去 那我们就去 主说你们去 如果就不去 那不行啊 那怎么可以 有一天见主面怎么办 所以第一点啊 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要 遵守主的命令 第二点 基督的爱 吸引和激励我们 保罗在格林多后书 第五章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 既替众人死 众人也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替他们 从死里复活的主活 我们看到主的爱 激励我们 当我们每个人 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传福音了 因为主爱 激励我们 也许有时候 我们说不太清楚 但是别怕 只要你愿意传 就会有人信 你看我们去年一年 我们教会 108个人受洗 网上有人给我留言 说你们教会 这100担拔将 良善好汉 你就送江 我说我什么送江 他给我留言 那人他老公姓宋 我说你老公在送江 对不对 那我们信什么呢 我们神的儿女 是主的命令 主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就要传福音 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 刚成立不久的教会 一年100多人受洗 我相信今天我们会更多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感谢主 第三点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神 我们会经历 圣灵的大能大力 耶稣对他们说 复平了自己的全民 锁定的日子和时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必得到什么 能力 哈利路亚 圣灵临到我们 我们才能得到能力 我们传福音不是靠 我们自己的口才 是靠圣灵的能力 有的时候我们跟人辩论 把人辩论的 这个也辩论不过我们 人就再也不来了 知道吗 只要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说 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 没有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 每个人心里都圣灵的感动 你看像我传福音那个人 你看他大字都没有不识 没念过书 农孙妇女 25年前向我传福音 他的家里一塌糊涂 不要说穷那俩夫天天地吵架 老公不信主 天天逼迫他 我才是什么叫逼迫基督徒 你知道吗 他一个人吵架 他说你基督徒你还吵架 对不对 基督徒要束缚老公吗 他是不信的 你看不信 你看很有意思 这个不信的人 常常把你信的人搞得 灰头土脸的 你搞不过他的 对不对 他做任何事 他说你不基督徒吗 你去做 对对 他成天封死他 向我传福音 我就信主了 传了那么多年 老公还没信 现在可能还没信 可是就圣灵感动我 他见着我 就跟我讲耶稣基督 让我给他读圣经 大字都不识 我就信主了 前段我给他打电话 三年前 我说你最近忙什么 我能忙什么 我就传福音 我说他传福音 我说现在你想 传了多少人信主了 他想了半天 一个都没有 就你一个 我传了二十多年 就你一个人信主了 那你说他传福音 是不是很失败呢 他传了那么多年 不是的 他突然明白说 你现在做牧师了 我带信主就带你一个 可是你带了很多人信主 你明白这观点 你明白吗 有时候你就生一个儿子 你别怕 你的儿子给你生八个儿子 八孙子 你这家族就大起来了 对不对 你怕什么的 你像我们家 我爸爸生七个孩子 那我们这代 每人生一个两个 完了 知道吗 他说我们家 这个下一代 还没生过我爸一个呢 我爸生四个儿子 我们这下一代 那么多孩子 就俩儿子 知道吗 在大下一代 他生一个儿子 一个孙子 我爸他一个充孙子 所以我那个侄子 给我打电话说 哎呦 我爷听说我生了个儿子 都哭了 他爷子九十三岁了 今年 那他当然哭了 终于有个孙子了 不容易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传父爷爷 一代代的别怕 他带我一个人信主 我就带了那么多人信主 你不知道把谁带信主 也许你带信主 就是个神国的勇士 就是个牧师 就是个传道人 或者他有一天 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你都不知道带谁信主 你用基督带来影响他 人就不一样 有一天小布什 小布什总统讲的 写他那个见证 你们看小布什的见证没有 小布什是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 因为生在那种家庭 爸爸当那么大的官 那么富有 他就从小就是顽固子弟 你知道吗 他玩什么的 他酗酒 他酗酒 玩这个棒球 棒球 他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他买球队 然后他喝酒 玩闹 反正他就不好好信主 有一天他们家做家庭礼拜 在德州的一个小农场里边 农场里做家庭礼拜 他那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 他跟着一个伟人 一个美国的伟人 这个伟人是他一生中影响到最大的 比他妇女还大 叫 巴斯特·贝利罐 格里汉 葛培里牧师 葛培里牧师 做完礼拜 因为家庭人不多 四五十个人 做完礼拜 就对这个小布什 就好像就 神就特别的 让他对他说话 他就说 能不能陪我散散步 小布什就陪着贝利罐散步 就在这个农场的小道上 他来走路的时候 贝利罐说 你的一生 难道就这样生活吗 小布什说 我的一生 那该怎么生活呢 说我想不是这样子 你不是有一个球队就满足了 不是每天喝二两酒就满足了 神让你做更大的事情 那一天 那一场谈话改变了小布什 他觉得 原来神在我生命中 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旨意 我不是仅仅是 带个球队就算了 所以从此的改变自己 他戒掉了酒 他每一天就读圣经 祷告 参加聚会 来到上帝的面前 神改变他 你看 他做了两届的总统 那两届是美国最难的时候 面对着911 他一上任就911 大家还记得吗 最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 神会改变任何一个人 你们 所以我们传福音 就经历神的大能大力 第四点 我们传福是基督徒的责任 保罗在格林多前书 九章十六到十七节说 我传福音原没什么可以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什么意思呢 好像我们基督徒不传福音 我们会有祸的 这个好严厉呀 我就知道 我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我刚信主 来到这个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大学生团契 有一个女的叫亥伦 这个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姐妹 非常爱主 见着我就让我做牧师 你知道吗 他说上帝拣选 你就做牧师 所以我就怕他 我一见他我就跑 然后有天他说一句 不该说的话 我就恨他 他说他又不做牧师 他有一天会灭亡 有这种说话的吗 怎么说话呢 会不会说话 我当然会灭亡 有天我会离开世界 我当然会灭亡 就没有想到 我第二年就住院 一住四年 他说你看你看 神现在是惩罚他 我一病四年 所以我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我不进神学院 我就在医院 后来我想神学院比医院好 你想神院好医院 当然神学院好 对不对 四年以后我在监狱里边 我跟神摔了四年的跤 我终于降服了 我顺服了 我说好 如果你让我活过来 你让我的肾得到完全的医治 我就奉献给你 但是我奉献给你 我有前提 得给我个肾 你看上帝医治我 我没有换成肾 我在台湾医院住一年换肾 我没有换成肾 我现在的肾是原装的 感谢主 你们 我有很多老朋友的家伙 当年的脸那么大 对不对 感谢主 不传福音就有祸 不是吓你们 所以乖乖的传福音 传的越多 什么多 奖赏越多 这个奖赏不是物质的 是有一天到主那里 天上上帝给我们的奖赏 上帝给我们的奖赏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传福 除了传福音以外 可是基督都很多 就我们这边传 儿女就丢掉了 对不对 我们传福音 儿女就不信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教会 小孩生下来就应该有洗礼 为什么不应该有洗礼呢 就改教改得太过了 你知道吗 你看天主教的国家 他们生下来就是 你看回教的国家 他生下来就是 就是我们基督教 改的最后 我们一定要到他 明明真理的心 可是你知道 为什么你孩子 学医院 他不明白 你就让他学呢 拿脚棍 学钢筋 学小地筋 不学打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是正路 小孩不愿上学 为什么你要把他送去教训呢 因为觉得是对的 所以你既然你知道 基督的信仰这么好 为什么不给你的儿女呢 受洗 而婴儿受洗 是一个confident 是约 是于神的约 圣经告诉我们 以色列生意的 就各心各礼 八天 于神立约 那西约的教会呢 还在生意的献给神 于神立约 当于神立约 是圣灵就充满他 他从小在圣灵的引导下长大 他有一天 不会忘记他祖宗的神 亚伯拉哈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你们 哈利路亚 很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要 真的是除了我们传福音 要生孩子 我今天重点鼓励 我们丰收教会 对我们的生孩子 能生的 还有多少能生的 据手 年轻的都能生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 你知道我给你看一个材料 那天在微信上 我发一个微信 你们看到没有 今天的世界 欧洲 变成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欧洲过去是基督教的国家 大多数都是 不是基督教的国家 是以基督立国的 或者基督徒占比例最高的国家 在整个欧洲 大概90%是基督徒 今天你到欧洲 可能10%都没有 基督徒 就这么可怜 可是欧洲 回教徒有多少呢 今天你们最近 看了那个 查理的那个杂志的事情 在整个的欧洲 欧洲人平均生1.8个孩子 可是在欧洲的 伊斯兰人 伊斯兰教徒 回教徒 平均生8.1个孩子 一个家庭 生意都是政府养的 所以 夫妻不用工作了 社会主义 一个文化 一个文明 他想持续的发展下去 他必须保证 1.9个孩子的生育力 他才能够保持这个文明 否则这个文明 就衰落了 没有了 古代有多少的文明 没有了 古埃及 古巴比伦 古印度 都没有了 这些文明 中国为什么有 你知道吗 中国生 当然了 我们这代人最可怜的 我们这代人是因为 毛泽东 晚期 毛泽东死了 邓小平上来了 这个家不让我们生 他生了一大堆 你知道吗 他不让我们生 要一夫一妻 什么 生一个 一夫一妻生一个 那你的生育力是多少呢 0.5 那么算吗 对不对 0.5 我们那时候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生了 我就生了个小雪 小雪都是 真的是幸运生下来的 我结婚了 太太就怀孕了 怀孕了 我就跟单位领导还挺高兴 我说我太太怀孕了 单位领导吓一跳脸都白了 你怎么能怀孕呢 我怎么能怀孕 不是计划生育吗 就一个吗 哎呀 他说你根本不懂 什么叫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不是仅仅一个 是按照计划生一个 你懂吗 那我说 那咱们计划到哪了 他说我打电话问一下 计划生育办公室 说我们报社计划生育 到哪一年了 五年以后才能生一个 那五年以后 哇 我一算 真可怕呀 那怎么办呢 祷告 那时候还不信主 我那不会祷告 哎呀 就是每一天提心吊胆的 怕哪一天就 就被压走了 压走就做手术去了 你知道吗 就后来 感谢主 有一个铁路局 有一个姐妹流产了 这个指标 调到我们铁路局 给了我们 因为计划生育的办公室 主任跟我关系还不错 那关系不好呢 还轮不到你的 所以小雪的出生 你知道吗 0.5你都没出生的机会 我爸爸生七个 每当看到我们 他都笑眯眯的说 我什么都没有 你们是我最大的财富 你想想是不是最大的财富呢 当然了 弟兄姊妹 当然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欧洲 一个文化要持续超过25年 出生率不到2.1个孩子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现在是生1.6个 英国人 希腊人1.3 德国人1.3 意大利人1.2 西班牙1.1 整个欧洲31个欧盟的国家 出生率为1.38 1.38 但是欧洲的人数没有减少 就是回教徒在生 今年的回教徒在欧洲生的人口 占20岁以下的 出生人口占90%的 出生人口是伊斯兰教徒 所以30年以后 学者说30年以后 整个的欧洲完全的穆斯林化 你看那边这种挑战吗 在荷兰 50%的新生婴儿是穆斯林 在英国 穆斯林从8.2万增长到250万 增长了30倍 在俄罗斯有超过2300万的穆斯林 就每五个俄罗斯人 就有一个穆斯林 不出几年 俄罗斯军队就40%人是穆斯林 那么在比利时 25%的人口 有50%的新生婴儿是穆斯林 比利时政府说 2025年仅17年以后 欧洲31的孩子 将出生在穆斯林的家庭 我没有任何批评穆斯林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他们可以这样的生 为什么我们不能生呢 所以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说 有迹象显示 安拉要使伊斯兰在欧洲大获全胜 大家知道当年伊斯兰打到欧洲的时候 是法国把他们打出去的 今天法国是伊斯兰最多的一个国家 伊斯兰人口超过40% 今天法国 所以卡扎菲说不用动刀枪 不用攻城裸地 不用恐怖分子 不用自杀式的袭击 我们在欧洲很快30年就得胜了 欧洲大陆变成穆斯林大陆 美国也是如此 美国是 在美国出生率是1.6 还算拉丁美洲的移民 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数率非常非常低 在1970年美国有10万个穆斯林 今天超过了900万 所以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叫亨廷顿 他讲到文化冲突论 他说30年以后 30年以后 我们儿女所生活的环境 就不是我们今天的环境 你想是不是 如果你在学校里边 如果90%穆斯林 你还能信耶稣吗 你的孩子敢信耶稣吗 如果90% 你会敢信耶稣吗 30年以后 整个的欧洲人敢成为基督徒吗 所以基督徒要提出一个挑战 我们想生养众多 不仅仅是为了你的家族 是为了神国的大忌 Amen Hallelujah 这弟兄姊妹 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哇 遗传基因那么好 怎么多生几个呢 咱们教会有生五个的 生三个的 我觉得也不错 最少生三个 那我们跟穆斯林比 人家8.1 咱们三个 那就不错了 我们有的就生一个 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玩嘛 好好玩嘛 没玩够呢嘛 丁克嘛 你知道吗 很多夫妻叫丁克 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词 丁克就是收入很好 住好区 开好车 然后不要孩子 可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了 我们要知道生孩子 这是生养众多 是上帝的命令 生养众多 是基督徒的责任 你想就一个孩子大陆 多可怜 多可怕 这孩子出事怎么办 牧师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告诉你 我就看到一个出事了 有一天我到一个州去不到 然后有对夫妻找我 两人哭得见我 我还没能说话呢 他们已经哭得气不成声了 我说哭什么呀 我们的孩子车祸 18岁 一个女孩 那天雨很小 开只开了40m 那路也不是高速 撞到一个树上 人就死了 这个夫妻 你说40多岁了 孩子没了 他能活吗 找我呀 哭啊 我给他祷告 什么语言都没有用 你祷告 你什么祷告都没有用 你方言都不解这个问题 没有用的 还是在哭 那我就说 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呢 还年轻嘛 亚伯拉罕都100岁了 还生一个呢 咱们得多大呀 对不对 哎呦 他说是啊 对我们为什么不生一个呢 看他太太 他说咱们多老了 还生都快50了 感谢主 那天我们 被我们在那个烤肉 在一个park 来了个人到我跟前 他说张牧生认识我吗 我当时不认识他了 我都忘了 我在哪认识你 我见人太多了 有时候我认不出来 你别生气啊 见人太多了 因为你得主动告诉我 你是谁 你在哪 否则我会忘 他说我叫什么 姓徐 那我在哪 我先做牧师了 他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 我记得你 当时我的女儿去世的时候 我们夫妻两个找你 为我祷告 你告诉我 可以再生一个 哎呦 我说对 我想起了 我说那你做什么工作 他说我做尸毒家庭的工作 在大陆 什么叫尸毒家庭 独生子女 死了 那你怎么生活呢 过去政府说 政府养你老 对不对 现在不养了 现在政府养你老吗 所以他们孩子死了 他们就找政府算账 所以五百个这种家庭 在中国大陆 五百万 五百万这种家庭 他们叫尸毒家庭 成立这么一个组织 来向政府要一些的补偿 他做这个工作的 同时也向他们穿福音 那我才知道 原来他是这样一个背景 后来他告诉我 不是 我告诉你呀 后来神又给我个儿子 生了 而且生的日子 就是女儿死的那一天 而是那个时刻 你说我们的神 不是 你们 不要担心 我有个牧师 我有个朋友 牧师朋友 他五十 他老婆五十二 生了丫头 感谢主 你知道吗 打条狗 生了 52岁的姐妹生一个 那咱们42难道不能生 我今天我看到这些 来到我们教会 怀着大肚子 中国来的 我就高兴 我就觉得 路上级的月子中心不够多 中国应该来 一亿来美国来生了 你知道吗 让整个城市 全是月子中心 教育打开 来的都是两个人来 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 鼓励他们 Amen Amen 所以每次我呼召 我看到很多 怀着挺大肚子的姐妹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信耶稣 我就高兴 他信主了 他肚子还得被圣灵充满 你们来到美国不要怕 我告诉你 最可怕的就是不生育 不传福音 两点 要生 要传扬福音 鼓励弟兄子 明年我们列个指标 跟这个教会长日会报名 要怀孕的 以后我们选长日同工 不生的不能做长日同工 这是条件以后 对不对 越多的越好 越多越好 我觉得风转滑胶 多了不行 我觉得四个是最好的 我觉得四个是最好 为什么知道吗 一个做四条腿 你看 稳呢 我爸爸生七个 生你说七个是什么数字 完整的数字 我爸爸感谢主他生七 他生四个都没有我什么事 我是第五个才生出来 生下来 你说我爸那年生孩子 多难 生下就挨饿 你说我没有什么吃的 我喝小米粥 62年我都记事了 喝小米粥 那小米粒我都能数过来 你说小米粒有多小 我能数过来 一碗粥里 我能数过有多少粒 那我不也长这么高吗 你知道吗 我爸当然比我高了 我没想过他是因为我爱饿 他地主的孩子吃得好 你知道吗 所以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 未来我们让我们的孩子 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世界呢 耶稣基督掌权的世界 你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未来福音的希望 中国人 感谢主 我今天要表扬你们所有生三个以上的 三个以上的都是英雄母亲 越多越好 没有结婚的 赶紧利好 说我结婚我要生几个 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牧师叫张志刚 我今天夏天请他来我们的夏令营来做讲员 他的儿子结婚 他跟儿子跟儿媳妇谈话 说我在我儿子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起好了六个名字 六个名字 我要生六个孙子 我这个儿子 他不是那一个儿子 他是五十多岁又生了个儿子 他两个儿子差了二十岁 知道吗 这大儿子 现在小儿子也挺大 然后他的媳妇看着他就傻眼 就看着他 他说那时候爸都叫什么名字 你看我买不买 他爸说都跟恩典有关系 叫什么恩来 恩 恩来 什么恩恩 反正都是恩 最后他媳妇说 爸我们两个祷告可不是六个 他爸是吓坏 怎么也得给我生六个 他媳妇说我们祷告是七个 哇 他爸眼睛亮出 哇 这好儿媳妇 七个 那名字少一个呀 再七个 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牧师 那牧师说恩满 七个恩满了 你们 哇 你看到现在人家已经生三个了 二十四岁 二十五岁 生三个了 你知道吗 所以人家就很快就能够生 所以我们很多丁子面早点结婚 早点生育 传扬福音 明年我们教会如果每个家庭生一个 我们教会就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如果年年这样生 我们再过十年 我们教会你想还了得了 所以别的教会我们也鼓励他们生 但是我们要超过他们 第三点 最后一点 我们看到家的稳固 被成全的圣徒 圣经说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 有牧师和教师 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了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往下走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一脚之风 摇动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一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神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一个教会又想成熟 就有些圣徒要被建立 要被圣徒建立 圣徒被建立 什么是圣徒呢 分别为圣的 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是圣徒 我们从世界被分别出来 与基督联合 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就是圣徒 圣徒 我们不是教徒 弟兄怎么要记住啊 好多教会员用这个词 教徒啊 教友啊 什么是教友啊 教友就是不教不来的一种 叫教友 知道吧 一不来了 牧师一打电话 一叫就来了 叫教友 还有一种是到教会睡觉的 牧师一讲到就呼呼睡 那些叫教友 睡觉的教友 而且睡完牧师跟他说 哇睡这么香 哎呀牧师讲到太有安全感了 我昨天一宿都没睡着觉 一到教会就睡着了 有很多是压力大 晚上睡不着觉 来到教会牧师一讲到 哇睡得很香 有的还打呼噜 你知道 这是教友 可是我们不是啊 我们叫圣徒 圣经说我们是圣徒 被分别为圣的门徒 被分别为圣的门徒 所以这些圣徒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恩赐得以发挥 一个教会 弟兄姊妹每人恩赐不同 圣徒得以成全 恩赐得以发挥 教会才得以建立 上帝在教会里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牧师教师 那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 我强调一点 我们今天教会没有使徒 我们也没有先知 使徒和先知 如果从狭义上来说 是指跟过耶稣的那一群人 或者旧约被神特别启示的那群人 从广义的来说 我们可以 我们叫带着使命的门徒 这个没问题 今天有的教会有使徒 有先知 我觉得这有问题 为什么问题呢 因为先知的话语 后来成了旧约圣经 使徒的话语 书信成了新约圣经 当圣经启示完以后 再没有新的启示 如果你还有使徒 还有先知 就会有新的启示 就会出现一端 所以弟兄怎么样 记住啊 但是我们要具备 使徒和先知的功能 不是那个职份 是功能 我们有 所以我们教会主要是靠 传福音的 Evangelis 牧师 教师和传福音的 这个三个金三角 来建立这个教会 每个人的恩赐不同 有的人会教导 有的人会关怀 有人会敬拜 有的人会指挥交通 做什么的都有 连到一起建立我们的身体 服事 弟兄姊妹要记住 服事不仅仅是来到教会 说做什么事 我这些年 我常常想 幕会十几年了 我常常想 服事不是做什么事 服事是我们的恩赐得以发挥 服事是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 服事是圣徒得以成全 所以华里科牧师说 一个牧师最大的恩赐 不是不仅仅是讲道了 他重要是发现每个弟兄姊妹的恩赐 把他们放在干一放的位置上去 组成基督的身体 你们 弟兄姊妹要记住 所以你有恩赐 你就要在教会里发挥 你不发挥有天就没了 因为神给你的恩赐 是根据圣灵的需要给你的 你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姊妹 她没有传福你的能力 但是祷告 哇 他出去就有人带人去信主 他们就有这个能力 我们教育好多人特别有传福音的能力 我知道我们就点几个康尼啊 这个健身就能拉教会了 你知道吗 这个很厉害 来到 跟人一说就来教会 就这些人很会传福音 那有的人他会唱歌 当然他不会唱圣歌 他愿意 圣灵就充满他 他一敬拜的时候 别人看到他的敬拜 眼泪就流下来 圣灵就与我们同在 有的人他愿意夫妻同心开放家庭 他是辅导人 有的人就会辅导婚姻 那这婚姻有问题 一到他们夫妻跟起来 哇一谈 就好了很多 有的人有祷告的恩赐 可以医治别人的疾病 看你有疾病的人 按手为你祷告 上帝就医治你 上帝把恩赐给每个人 是圣灵的能力 有没有记住 所以我们建立教会 圣徒得以成全 恩赐得以发挥 教会可以得以建立 所以我们丰盛华谈教会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年了 我们也感谢主 我们现在 我前几天去母堂 我们母堂12年了 12年的教会 虽然在教会历史上是新的 但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走过了12年 我们走了 我们有时间的教会 越走越成熟 开董事会的时候 看到各地的教会 尤其我们教会的这个情况 他们看到 我们刚才的照片都没有看到的 我们那有几张照片 看到我们这个这个 你看我们受洗的照片 这是我在日本步道的照片 第一张 日本步道好多人信主 还有很多日本人信主 这是我们教会的 你看圣诞节目 还有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教会的情况 还有我们受洗的 你看这个受洗 大海边的受洗 你看多难忘 海浪特别大 不想起来得起 往那一站 一个大浪 啪又从脑子上过去了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今年的教会 要还成为一个丰收的教会 为主收割庄家 对你旁边的听众说 我们要广传福音 生养众多 对你老公说 我们要生 对太太说 我们要生 阿利路亚 所以明年谁生孩子 我们就给他奖励 我们准备好奖状 然后写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 写好了 感谢主 来我们唱着回应的诗歌 我们属于你 都是你的百姓 我们请私行的来跟我们谈琴 这个诗歌 我很喜欢 这个诗歌说 建立你的教会 医治这地 这地都是疾病 这地都是罪恶 但是当教会被建立起来 就像光一样照亮这个世界 圣经说 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向明光照耀 引人归向耶稣基督 引人进入永生 我们一起来起立 阿利路亚 我们属于你 都是你的百姓 阿利路亚 我们属于你 我们正呼求你 宣扬你的生命 宣扬你的生命 在这黑暗的时代 你让我们发光 让我们寻求你别 主啊 宣扬你的教会 宣扬你的教会 来医治这地 愿你 宣扬你的教会 阿利路亚 建立你的教会 来医治这地 宣扬你的教会 来医治这地 宣扬你的教会 愿你 亻治一成全 阿里路亚 赞美主 千里的教会来依止这地 我们来祷告 在我祷告之前 我邀请你把自己交给耶稣 你说主啊 我愿意来传你的福音 在建造教会上有份 举手为你祷告 阿里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主我要传扬福音 我要生树林的儿女 我要生我肉体的儿女 主求你祝福我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主耶稣我要生养众多 阿里路亚 感谢赞美你 请放假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今天说主耶稣 我也愿意接受你做救主 我知道有你真好 我要做你的儿女 你也举手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感谢主 还有没有 阿里路亚 有一位姐妹举手 接受耶稣 还有没有 又有一位姐妹接受耶稣 阿里路亚 还有没有 圣经说 若你在基督里 是心脏上又有两位 有一位弟兄 接受耶稣 还有这边有两位姐妹 接受耶稣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阿里路亚 来我们请你们到前面 来接受耶稣的 到前为你们祷告 建立你教会 来一位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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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过度降临 还有没有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是蒙福的 上帝的祝福要领导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把这几位弟兄姐妹 交给你 他们今天打开信 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助 就求你使用他们的一生 让他们一生一世 跟随主耶稣 哈利路亚 来你们跟我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打开心 接受你 做我的救助 求你的保血洗净我的罪 求你圣灵来充满我 让我一生一世 跟随你 荣耀你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阿里路亚 感谢主 请坐 请坐 我们同工给你们添个表 好 我们来祷告主耶稣 我赞美你 把我们的教会交给你 让我们的教会 真的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 横切祷告的教会 彼此相爱的教会 人人事奉的教会 主啊 你是教会的元首 主啊 你说教会是神的家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让我们在教会中 一同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 一同来荣耀你的名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 弟兄姊妹请坐 耶稣爱你 旁边握握手 感谢主 跟旁边弟兄姊妹握握手 耶稣爱你 哈零路亚 祝贵的圣名